《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第48集不對說得對 我是陳志豪 然後呢 嘩 很久沒見 很久沒見 我是Rocky 你剛才一進來就說不和嘛 你用林康正搞什麼 你來親之後他就走了 距離你又走了 是這樣的 早兩個禮拜我沒有空 上個禮拜本來是想來的 問我來我都說來的 但是又沒有空 因為有親人 不是奇怪的 不是我聽了 林康正說他中午打給你時 你說不來 然後我晚上打給你時 你說來 忘了自己都死了 不要緊 這次是要買廣告 Bruce就是 林康正出書 所以這輪書展所以他又不來 不是他現在掛著找真銀就 找真銀 我們這些節目居馬費 所以就不來 好 今天我們有請了一位很好的份量的嘉賓 就是中國法律研究社的社長 認真民生博士 真的是博士 法律的博士 真的要聽書 我們是否第一次請博士來做家 請過哪位 劉夢熊還是博士 就是劉夢熊 不是名譽博士 第二位博士 第二位博士 不過這位是讀回來的 這位是 不是名譽 不是名譽 那找了一個法律學者 想說什麼 Bicca 最近有什麼法律議題 剛才說什麼 很嚴重 Bicca說到淪陷 不是我說 又說什麼 小小的 什麼菲律賓 做美國帝國主義 走狗來攻陷香港 不是這句是你講的 就是我講什麼 因為事緣就是這樣 因為有些菲律爭取居港權 就是可能有些司法 不是去年12月 有三個菲律賓的家庭 入稟 就要提出司法覆核 就要爭取在香港工作 滿七年的菲律 都要有居留權 現在其實政府 當然是有些反擊 但是普遍輿論都說 今次政府他敗訴的機會 就十分之大 是不是呢 其實博士 首先很感謝兩位 請我上來 講一下這個問題 那敗不敗訴 其實我想就 首先我們看回 他為什麼要去掃 其實如果看回法律本身 因為他主要是針對基本法裏 其實可以 住滿七年又有居留權 簡單來說 但其實這個是分開三個部分來看 第一就是說如果去到法庭 當然最基本就是看法律條文本身 如果法律條文本身是可以自給自足的 解釋得很清楚 當然沒事 法官便可以根據條文本身去看 如果不是 然後第二步就是 如果不清楚 可能又要釋法 現在情況是怎樣 清不清楚呢 等一下我們就先談這個問題 因為你時間上可能會說不完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更加比較爭議性 就是說如果經常釋法 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要修改基本法呢 會不會反映了基本法 當初起草定立的時候 有些考慮得不夠周全的地方呢 會不會是 一會兒再說 其實如果按一個人 如果你承認人一定是 他認識有限的話 那你不可能一樣都周全的 還有時代也有個局限性 明天發生甚麼事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首先回到基本 就是那個法律條文 足足以解釋到 他自身的問題 我想會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看回你們講的條文 應該是第24條 第24條裏面就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居民 簡稱香港居民 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他的永久性居民有六個定義 第一個就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以前或以後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你叫做中國公民 第二就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以前或以後 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 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中國公民的定義是甚麼 我們三個算不算是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他是純粹用漢族去定義還是 沒有說 沒有說 是的 只是中國 英文叫做中國公民 另外第三就是 上面兩條 第一第二項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 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這裏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問甚麼是中國籍 那也是答不到的 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國家憲法承認的中國籍公民 是否用這個做意義 這裏用中國國籍 是否用這個做意義 如果用這個做意義 都可以 會不會是呢 我們不如讀一下 你今天的主題一定有個基礎 第四就是 這條比較要注意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 旅行證件進入香港 即你不是偷渡進來的 在香港通常居住 連續七年以上 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 非中國籍的人 即今次的數字 今次好像針對這一點 第五條就是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以前或以後 第四項 即上面那一項 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 未滿21週歲的子女 可能他們也有子女 第六就是第一和第五項 第一項是成立以前或以後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第五項就是剛才上面那個 所列居民以外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以前 只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人 讀了 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享有居留權 以及有資格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取得在明期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另外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非永久性居民 唯有資格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律 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 但沒有居留權的人 整條24條都讀了 很清楚 基本法第24條 第四項是要持有旅遊證件 香港連續居住七年才會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但非永是用工作簽證 理論上他跟第四項是有不符合的地方 究竟他們現在司法覆核是用哪一個的依據呢 這個問題非常好 因為有很多意見出來了 其實有一個意見也頗多人提及的 就是通常居住 因為通常居住的定義 英文叫通常居住在這裏 那怎樣為通常居住呢 大家要想一下這個定義是怎樣的 一年超過一半 一年超過八成 大多數時間在香港 非常算是 一年都在 十十個月 通常居住有一個提法 有一個提法是這樣的 即是說他應該沒有任何限制 即是說我喜歡去哪裏就去哪裏 喜歡住哪裏就住哪裏 喜歡轉工就轉工 有一種這樣的說法 即是說完全是自由的 你想想旅容是否這樣 他能否隨便換工呢 即是選擇居住場所 或者他的活動是否沒有限制呢 即是你意思是說旅容來到香港 他不是居住 他是居住 但是不是通常居住 現在就有這個爭議 即是說通常居住 現在爭議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跟普通香港人一樣居住 是的 即是你去一個地方居住 你應該是有一種很相對的自由 除了你犯法之外 你應該是可以周圍共 但就我所理解 如果是其他外籍人士在香港工作 如果他本身不是做雇傭工作 而是一些公司做行政人員 他做夠七年的話 一樣可以申請到居港權 只是女兒容不可以 外籍容工不可以 即是為何做行政人員 做專業人士 又可以拿到居港權 但做容工又不可以呢 即是法律依據又是怎樣的呢 沒錯 因為他們履容進來的時候 其實在入境條例裏面 另外有一條例是限制了他的 即是你可以說入境處 預早已經預料到這個情況 他有一個約束條款 即是說他沒有這個 即是他通常居住的特性 即是他受制於很多事情 譬如他一定要住在僱主的家 如果他沒有了這份工 可能下一個僱主 即是未有僱主的話 他就已經回到菲律賓 對 菲律賓 是的 他亦不可以自由去選擇很多事情 即是如果是做行政人員 專業人士那些就可以 那些通常你是工作簽證 你工作簽證進來 你工作簽證就很簡單 你一定是那個 聘請他的單位 幫他進入那個簽證 之後就可以是 其他他不限制的 即是轉工 甚至他要找屋 找甚麼等等 住哪裏都無所謂 是吧 這個是第一個比較可具爭議的分別 即是爭論的就是住的性質 是 通常居住的說法 旅用本身就是 受制於入境條例裡面 就已經有一個約束給他 說回其實有個類似的例子 你剛才提到的那個工作簽證 我記得很多內地的公司 在香港都聘用很多內地人來做事 據我所知 他們內地人下來 就為了煩了他們 第六年要離開 是的 他們一般是五年而已 五年約 但這個就沒有一個講明 只不過那邊 即是內地的公司 或者他們那個單位 他預早就定立了這個規則 免得為香港添煩添亂 為特區著想 就好像中央派來香港 中聯辦的官員 都是六年為期 即是第六年就要回上去 即是很少可以連續十幾年這樣做 就我所知 所以這是第一點要爭議 如果你說法官認為 我這樣看 第一步就是 如果法官認為 你都不符合這個通常居住的條款 可能就很容易就會 領奪到 他這個可能是屬於一個 不是通常居住的情況 我想如果這條條文是足以自給自足的話 那可不可以在這裏已經是 即是政府已經勝訴 不需要擔心會敗訴這個問題 是的 但問題就是到時 如果怎樣去喘息通常居住呢 通常居住 當初立這個法 這樣用字 其實我相信都有個意思 當時是怎樣的意思 當時就算你說立法的人說回 都未必一定很清楚 即是說我們寄回二十年前的東西都很難寄 是吧 那何況叫你兩日前都寄不到 所以 要看回當時有沒有文件寫下 最重要是當時的文件寫下 但是在法律的角度 其實不應該靠那些 應該是靠條文本身 因為你不可以到時告訴他 我當時封鑽了一大堆東西 那堆東西在哪呢 其實我們本身一定要靠條文 本身是可不可以自給自足 那應該是最好的 但是假如今次政府是敗訴的話 至少政府說至少十萬的費用 即外籍員工會拿到居留權 還有他們可以申請他們二十一周歲以下的子女 親人 來香港做永久性居民 這樣會不會對香港的社會 各方面有一個怎樣的影響 你這個問題變成第二個問題 就不是法律問題 政治化就對了 我純粹問回法律問題 假如政府真的敗訴 但他是想避免這個 即是有大量外籍員工來到香港 成為永久性居民的情況出現的話 那政府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倒絕到這個問題呢 其實他只會上訴 第一步當然是上訴 上訴 上訴之後是不是要釋法呢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即是上訴如果再敗訴 可能可以嘗試尋求釋法 如果你說的就是對的 如果一路發展下去 等於上訴到終審 依然都是認為他有居留權 事實是可以數據上很正義化 即剛才Victor說的是事實 同樣的情況其實不是第一次發生 即是1999年的時候有些港人在內地 即是所生的子女 即是有沒有居留權呢 都是做過一次司法覆核 不是不是 司法覆核和釋法 釋法 釋法那次很明顯是 大家都記得自己猶新 即是沒有辦法 之中最後都是要靠釋法 是吧 但釋法就是 剛才我們提出的幾個問題之中 第二個問題 是否動不動就釋法呢 釋法應該是基於 法律本身已經不可以 自己可以自給自足 講不清楚了 唯有才靠釋法 因為現在國內都有些情況之下 會動用釋法 其實在某些情況裏面 包括在信託法裏面 或者其他情況都有這樣的情況 你評估現在的條文 能不能夠自給自足 我覺得就是要看看 通常居住的定義 現在都是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是的 而且入境條例 本身已經有一些所謂 約束性條款 如果純粹基於入境條例 那個約束條款 他應該是不屬於通常居住 但是因為法律始終要去到最後 法官怎樣去喘息呢 那就真的要有個 明白 但回歸14年 其實釋法都是三次四次 是不是有第四次了 因為好像前幾個星期看新聞說 有一個 是關於外交方面的 將會有第四次司法覆核 其實算不算多呢 即是回歸14年 這個時候釋法 三四次釋法 算不算多呢 因為這個沒有得比較 因為基本法是一個小憲法 但是你說去回一個國家 一國兩制 有個小憲法在這裏的情況 其實都沒有什麼 太類似的案例去比較 所以不能夠簡單 就是四次多還是不多 但是當然 你說如果在法律的情況裏面 如果你太多釋法 法律就不得莊嚴 亦都是好像很熱稀 所以最好是不需要 即是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法律裏面能夠解釋得到的 清清楚楚的 這樣便可以了 那便不可以說 動不動去釋法 那你懂得多少次呢 如果再釋法 可能太多的時間 便會覺得 是否真的有修改的必要 這個便比較敏感 前幾次釋法的時候 我記得有些香港司法界的人士 會擔心會否影響了香港的 司法獨立呢 其實釋法又會不會 關係到香港本地 司法獨立這個問題呢 會不會 現在牽涉下的那些都是一些 頭那幾次都是 一些比較顯示性的情況 你說司法 香港司法是否獨立 現階段來說 應該是我們 行政立法 和司法裏面 三權裏面 一個最 認受性最高的一個部分 好像近期的問貼都是 政府說立法會拖累他 立法會拖累他 我又沒有留意到 曾蔭權說甚麼 如果你下下留意到 曾蔭權說甚麼 變了好像 司法的問題變了正義化 又去到行政機關那裏 所以法律上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很希望它可以自給自足 是 但如果牽涉到要釋法 會不會是代表法律條文 本身就是因為有缺陷 所以不能夠完全自給自足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需要釋法的情況 按法律的原理就是 其實它跟任何東西都一樣 是沒有完美的 法律本身就是一定不完美的 沒有東西是完美的 即是說是透過一定的情況 一定去運作 然後自己去更新 自己去完美它 這個所謂自我完善 就是一定是一個過程 它不會說有一個終點 可能立法那時候 是以當時一些情況去進行 也沒有一個人有這個預測能力 其實除了菲傭之外 不如我們又擴大說 另外一個範疇的事情 即是說一些可能Wokie 或者其他我們觀眾都會關心議題 說一下香港的政制 其實全國人大又曾經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香港在2017年就會普選行政長官 2020年就可以普選全體立法會 其實這個決定是依據哪一方面 是不是基本法本身賦予的權力 還是怎樣一回事 即是它的法律依據 那這個肯定先 第一 基本法一定是有這樣的 循序漸進 去實行普選這個情況 但是那個時間性那裡 既然現在已經定下來了 其實我們就 我意思是其實它的時間表 定它的權力 本身是不是全國人大的範疇 還是其實香港人本地 本身都有一個制定的普選 那個政制時間表的權力 這個我就不能夠說很直接的答有定沒有 但是如果你說現在定下來的話 其實已經是定了 你說追上之前說的話 在法律上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說回頭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但是假如2017、2022年去香港實行不到普選 而原因是因為香港立法會 就是當作又否決了一些政改方案 那其實又會不會說 導致一個怎樣的問題呢 就是人大就說了 你要在這個時間就行普選 誰知道因為人大以外其他原因 令到這個原定的時間表 就出現了一些問題而達成不了 那會不會出現一個憲制的問題 接著又要牽涉到又要釋法等等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那為什麼會行不上呢 就是假如香港立法會不知道 什麼事又否決了政改方案 那這個應該是香港人不成立的 應該怎麼會行不上呢 假設這樣 應該這個假設不可能成立 但是假如真的出現了呢 那很大問題的了 因為你那個憲制上會不會亂動的了 應該不會的 到時候就算而已 是不是 那你外容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是 在現階段都是按照我剛才這樣說 希望那個法律本身可以自給自足到 如果不行的話 你其實贊不贊成釋法 我本人就 或者釋法過程是怎樣做的 我本人就不太贊成的 但是當然你說今次 今次有一宗光果這宗案件 去釋法就是中山法院提請的了 但是如果你說每次都釋法 就等於我剛才說了 就說要看回立法 當時立法 你既然立法之後 如果你說每次都要釋法 就要問回當時立法的時間 那些人的問題 你說這樣的話 是不是可行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不是不可行 立法的人可能已經 有一些都不在了 就算你問我 我都可能老了幾十年 所以操作性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困難的 另外也好像剛才聽到 有一點都不太行 所以或者用一個補充法案的形式 和釋法之間 是不是有些選擇呢 好像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也是靠補充法案 這樣去做的 即是回歸就十四年 基本法都運作了十四年 你覺得其實會不會說 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檢討 或者再完善的呢 會不會 其實如果我剛才這樣說 大家都明白 任何東西都不會完美 是 既然不完美 其實是有沒有一個機制 去提醒它可以做一定的修改 即所謂完美 不要用修改這個字 希望它更好 我覺得是可以談的 應該有一個小組是定期去研究 運行過程裏面碰到一些問題 那可不可以把它完美了呢 或者加些附件等等的情況 其實就沒有壞 其實有一條法例 就跟Vocci寫文面很大的關係 基本法其中一條條文就說到 回歸之後香港會維持資本主義制度 和生活方式是五十年不變 假如香港回歸之後 有一段時間 香港人民或者有些政黨 就不想行資本主義 想行社會主義那套 那又會怎樣呢 那算不算是跟基本法有一個抵觸的情況 基本法也不是這樣解釋 我知道 但基本法也寫了是資本主義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都是利用市民經濟一些 那你寫文明明就是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打斷你們 其實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甚麼自由平等公正這些字眼 就是越多人說的定義 越是不清晰的 我記得有人說過 曾經有一個人做過調查 問自由的定義是甚麼 你知道有多少個答案嗎 沒有千或萬 那便沒有那麼多 二百多個 你想想一下 只是自由的定義都兩百多個 那你甚麼叫資本主義 甚麼叫社會主義 其實這些我覺得 即是沒有可能有 和中國有中間有層面 即是資本主義 是否不需要公共政策去平衡 是否不需要社會不平衡 即是博士可不可以和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我便沒有資格解釋 因為我不是機會法 但我想當時的情況就是80年代 當時很明顯是 香港是大家公認的資本主義社會 應該這樣說 雖然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 但大家都覺得是 而內地當時是社會主義的社會 雖然剛剛改革開放不多久 可能當時的定義是這樣 但當然這幾十年的發展很快 這二十幾年 國內的經濟發展 其實已經可能某程度上 有呼籲程度 比我們香港還要高 現在我真的說不清楚 到底我們是甚麼主義 內地是甚麼主義 怎樣說 你說大陸是否社會主義 又不是會資本加入黨 就是用你的社民連推 資本加入黨 所以這就不同法律事 這是另一個主題 究竟現在中國是否社會主義 開了一個資本 現在是說香港 香港基本法說 要維持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 50年不變 即將來假如香港推了一些法例 或者政策是有很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 那有沒有人可以去做司法覆核的 即可不可以做司法覆核 說這樣都明白嗎 那我就假設而已 不如問博士 不如問博士 你想提醒司法覆核 你就看看法院接不接受 這條擺明不是資本主義的政策 即是司法覆核 這樣都可以 不知道 那現在我們住公屋 你覺得是社會主還是支援主 是Rocky專家 你覺得 我幾時是專家 你寫文言庫秘書上 不是專家 其實不懂的 說笑的 那些社會福利 其實現在都是市場經濟 當中有些社會福利 現在香港仍然是市場機制主導 現在暫時不務實 其實所謂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 本身都是一個很含糊的問題 是的 計劃經濟裏面也有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裏面也有計劃經濟 我去過你們搞一些左翼的論壇 然後他說 不是你 有些你的朋友忘記了誰 他批評 其實香港的基本法很特別 指明是行資本主義那套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國家 一個地區 它的小憲法 會說明將來那個社會政策法 自己的道路是怎樣 其實我斷估都是因為當年 我只是斷估 因為你年輕而已 我斷估都是當年恐共的心態 即是為了平息這個恐共的心態 即是說五十年不變 不變的是什麼 不變的是什麼 不變的是你馬捷伐 就是生活方式 是的 即是我想當時是安撫的成績居多 就不是那些很嚴謹的資本主義試審 然後如果真的這麼嚴謹 應該有一個企劃的 即是我這些 還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概念 應該是不斷發展中 所有概念都在發展中 或者你可以說它在改變 是 譬如工人階級 農民這些概念本身也是在改變 譬如現在我們很多人做IT 他真的動手動腳 他只是按鍵鍵 你說它是工人階級還是什麼階級 你其實要去玩這些定義 三天三天都說不完 波士 我們又回到法律的問題 我們近年或者最近越來越多 司法覆核的例子 早前有一位東沖的居民 就住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報告 做一個司法覆核 東沖的居民是勝訴的 令到港珠澳大橋和另外一些基建工程有一個鹽 再近一點又有人去做司法覆核 就是說 為何新移民來到香港要住七年才能享受福利呢 他覺得這是一個歧視性的條例 其實香港現在越來越多司法覆核 有些人就批評 是不是有一個濫用司法覆核的情況出來呢 曾蔭權或者我們的特首也有提到 有一些東沖的環評報告的司法覆核 是濫用了司法程序的 到底何謂濫用司法程序 有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首先你說這個個案 其實我看到國內有幾個報章 有些很有名的報章都很欣賞 他們大幅報道說 一個老太婆可以告一條橋 當然他們欣賞 原來香港有這樣的機制 可以透過一個婆婆 當然背後一定有律師可以幫她 就可以把一些公共行政不合理的地方 是屬於法律 這個其實人家是欣賞的 但至少說有沒有濫用 當然我們又是這個字眼 又是不應該濫用 濫用這個字眼也不應該濫用 怎樣是濫用呢 例如我一天喝水喝十杯 是否濫飲呢 一杯是否濫飲呢 我都不要講這些虛無基本的字眼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有人去提醒司法覆核 現在有個原則的 就是要法院接不接受的 不是人進去 我現在就是覆核 這樣不行的 如果法院認同接受的 都我們覺得不可以濫用的 就是行使了他的權利 其實近年都有幾次的司法覆核 這個釋法 人大釋法 其實很多時候 看回前幾次都是用釋法這個方式 當然我都明白這個釋法本身是人大有權地做的 我當然明白這個 但是用一個釋法的方式 其實去到最後就是 好像Victor最初那樣說 可能有一些政治的意味在後面 例如剛才Victor說 這次其實不太想那些菲傭 突然間很多來到香港 即背後有一個政治的 政治的考慮 在後面 其實合不合當呢 這樣做 其實法律政治化和政治法律化 是經常都有的 因為他的界線是有點模糊的 很多時候法律的問題是用政治解決 政治的問題是用法律去解決 但是他界線模糊的時間 我們就要用一個很平常心去看 即是他到底有沒有濫用 是你的重點 好像今次我覺得 政府都是學精了 在這件事上 因為上一次那個居港權問題 他們又說到有很多人來 好像很恐怖 變成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比較傾向性 其實今次 他又沒有這麼說 我又沒有留意到 沒有一些這麼 情緒化的字眼 沒有上次講得這麼大 會不會我猜他可能覺得 根據我剛才再讀一次 《基本法》他覺得 都有一些勝算 又加上入境條例 裡面已經有一些所謂 約束性條款 會不會坐定粒呢 我不知道 因為有可能學精了都不明白 他不是每次都蠢了 有時都精的 不知道我說是對的 當然如果你作為一個法學者 就不太適合 飛鴻究竟應不應該有居港權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又不可以說 事實不可以先領倒果為因 我開始說 可能有幾十萬人會來 所以變成這樣 就不是一個法律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會變成 政治問題就是 正如我們兩個講 可以夾一下 靠上去就不行 不是 你如果是側重法律問題 就是講法律問題 沒錯 如果講政治就是另一個講法 說政治當然 不是 他們在這裏辛勤工作那麼久 應該的 他供應香港很多 幫助香港人可以出去做事 所以他對香港經濟有供應 所以他住了那麼多人應該有 這是一個討論 是的 政治問題就是 正如有些人說 為何一直都可以允許 費用來 就不可以讓國內的人來做費用呢 甚至乎其他國家都少 主要是針對我們內地的同胞 不想他們這樣下來有權 反而我們不可以越廣越遠 自己去解釋這麼多事情 但這是一個既成事實 既然他提請這個覆核的時間 我覺得應該都是有暫的解清楚 如果不是 後患也無窮 明白 最近那個司法覆核 就是說內地新移民來到香港 要住滿七年才能享受到 永久性居民的福利這一方面 博士有沒有留意 他司法覆核的理據是在於哪裡 以及這次政府這個案件的複雜性 以及對政府來說 他的難度 要勝訴的難度是高些 還是會比非庸這次司法覆核更容易 我覺得差不多 如果這個內地居民來香港 他也有一個重要的詞言 就是永久性居民 因為如果我們提供某些福利 如果我們的前提是永久性的 即是我的法律是自給自足 講得很清楚的 你來要住滿七年才能成為永久性 應該那個覆核的爭議點 應該不是那麼大 當然你可以提醒覆核 覆核的意思就是作為一個公民 我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 我想法院解釋清楚給我聽 這個也不代表他想去搞搞震 或者其他事情 如果法院認為他的提請都不是過份 接受了他便會解釋 這個條款你們兩位覺得 夠不足以解釋 永久性這個 不熟 OK的 永久性是有一個定義 即是 7年 基本法律是24條 現實來說 其實社會福利署都有很大的著情權 比真的未舊 永久性居民那些 新來港人去有社會福利 這是真的 這是政治問題 為何這樣說呢 如果他太多著情權 法律便會充滿了變數 但你說考慮很多人情因素 甚至乎可能真的有些政治考慮 動一下又說怕他們有其他影響 社會福利署提供這些 我覺得便不能厚非 他既然有著情權 但你想想 如果大部分都是著情權的 他都成為了一個法例 差不多是 反過來是守法的 就變得著情權 那就已經不是我們的理解 超越得太遠了 博士 你有沒有 中國就有兩部的基本法 一部是香港的基本法 另一部就是澳門的基本法 你有沒有研究過澳門的基本法 和香港的基本法 有沒有一些不同 還是其實完全一樣 只不過是一些 字眼上的分別 即是香港變成澳門 澳門變成香港 有不同 但你突然問起 我手上沒有基本法 即是澳門的基本法 和你比較 是不是 今天我們 都是主要針對二十四條 是 因為如果你一個時間 但二十四條方面 還有沒有其他方面 會再補充 跟我們的觀眾 補充就是 其實如果那個永久居住的問題 好像我們香港很多外籍人士 例如巴籍人士 最常見 他們其實都是永久居民 印巴籍人士 南華人士 這個本身也沒有灰色地帶 我覺得很清楚 因為他們都在香港 住了那麼久 超過七年 是否 例如他就算做一些低技術性的工作 例如酒樓 或者是保安 以前經常叫姜野兵 住夠七年 仍然是有居港權的 只是做外籍容工 是否只有外籍容工 這個職業特別受到一個約束呢 是的 我記得就是 因為有些 好像國泰的空姐 那些外籍 即工作簽證那些 住滿七年 他們都有申請到 拿到居港權 就是永久居民 但假如菲傭外籍容工 不是外籍容工 他勝訴在香港 取得居港權 那他需不需要放棄 原本自己的菲律賓 或者印尼 這些國籍這樣 那香港是承認這個 雙重國籍 是的 我們香港很多朋友 身邊也有幾個國籍 有些香港永久居民同時 拿著澳門身份證 是的 就是派遣的時候 澳門有很多人 拿著香港身份證 是的 我有些朋友拿兩邊 或者有其他國家的 你說拿著澳洲 加拿大這些大碼 我們香港是承認這個 雙重國籍 其實 他們不是都很方便 很彈性 見到香港發展好 在香港定居 你這又變了政治熱 原來都假設別人這樣想 如果這樣說 就變成法律上 變成很不穩定 所以我們一定要 法律問題就是法律解決 如果一開始 你掃出一些政治訴求 可能就會搞亂自己的思維 不過你這樣想是正常 因為你都是一般人 大家都一般人 我都會這樣想 大家都是這樣想 只不過到某個位置 要提醒 是法律來的 千萬不要給他太多的 其他的聯想 要上一次釋法 怎麼看呢 江果 現在沒有 江果 我覺得是有他的必要 為什麼呢 兩個法系之間 在普通法和大陸法裏 對國家絕對豁免權 是有一定的不同的看法 英美法系的很多都是相對豁免的 因為現在很多的所謂經商行為 都是透過國家的一些架構去經商的 很難說那個架構 好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香港上市的國企 那到底是一個國家的行為 還是一個商業行為 看來是遵信太父母直接 反明是 楊小平陰點他要做 你都知道 寫了在網站 他知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 真的有什麼必要 要不然都沒什麼計 明白 所以釋法是 有時又不能夠說他沒有必要 當那個法例真的不能夠 滿足現在那個 可能是時而小 或者立法當初沒有考慮到的地方 就必須要做這個釋法 其實立法當初 你說會不會想到那麼多 這個絕對不可能 很相識性 尤其是當時都想到那麼多 政治考慮 而且立法往往都是基於當時 一些所謂存在的問題 去看的 因為人是沒有預測能力 沒錯 是不是 誰人有預測能力 剛果突然會這樣 還有一個 就是最近很多人提到的問題 有關係到的基本法 就是我們的行政長官 可不可以有政黨背景這個問題 就是基本法寫明了 就是不能夠有政黨背景的行政長官 但最近就有很多政黨 或者立法會議員本身都覺得 其實這條條文是需要修改的 就是這個不單止是釋法 是比釋法更加高一層 就是去修改 其實基本法如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會 你又怎樣看呢 如果是要修改基本法的話 因為香港到二時為止 從來沒有試過去到修改的層面 最多都是去到釋法 就是會不會對香港的法治體系 會有一個更加大的影響 比起釋法 其實是相對的 我本人覺得修改基本法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還是不行 因為有需要的話 其實也是應該的 很簡單 我們看回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也是修改過的 很多次 每次開 大憲法可以修改 其實小憲法 其實都是有需要 甚至乎是有迫切需要的時間 是應該要修改 就是修改 但是這個修改 當然是一定要有一個 是很有醞釀 很有一個時間 去醞釀出來 大家認為是要改的 還有碧塔說的一件事 未必需要修改 講到修改的基本法 不是 講到明是行戰長官 不可以有政黨背景 因為現在其實香港是沒有政黨法的 所以這樣 有限公司 什麼叫有沒有政黨 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我分中覺得 我猜當初這個字眼的原意 是針對中國共產黨的 即不能夠有中國共產黨黨籍 但它是不能夠寫下去的 所以說不能有政黨背景 香港其實沒有政黨法的 大陸才說有政黨 即是在那個法律的 context 大陸才是有政黨 香港是沒有政黨 我們所有你明白的 其實如果我真的很精確地去說 即使我本身是社民連成員 我選行戰長官 其實是不會抵觸基本法 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有限公司 只是社民連成員 香港有社團 對 只有社團 不是政黨 我這個黃毛丫頭 說得對嗎 不是 你不是丫頭 你是副秘書長 我不知道 可能政黨高出 不是 其實是對的 如果在法律去解釋 首先你什麼叫政黨 是吧 那政黨的解釋是怎樣 跟著它是社團還是政黨 是吧 那又要解釋 如果你這樣去 一直看上去的時間 就不一定是需要去釋法 甚至乎不需要改法 只要你想到一個說法 是能夠大家都認為 復中的 沒錯的 那就照他 但是最後如果真的因為有很多的政治壓力 要求行政長官可以容許有一個政黨背景 而提請人大去修改基本法 那會不會出現一個問題是因為一些政治壓力 去導致影響到法律呢 就是如果今次出現一次 會不會之後有第二次第三次 因為一些政治原因而要修改基本法 是會導致基本法的功能 是會受到一些損害 受到影響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 會是 那我又覺得你不可以說因為它修改 就會影響它的功能 剛才都說過 既然法律都是一定要發展的 那修改一個法律都不是一個 不代表它不莊嚴 那就是因為政治原因而修改法律 其實是其他地方都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呢 又不可以當它是一個政治原因 可以有一個法律原因 可能因為法律裡面是需要清晰 然後去改的時候 就因為法律原因去改 不可以說成是政治原因去改 那就變成好像複雜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講的是行政長官 可不可以有政黨背景 這一條 這個真的暫時沒有 很明顯 其實是回應剛才說的 如果法律不清晰 是真的沒有其他辦法 需要改 我覺得一個很實質的問題 就是法律本身是需要有這樣的發展 就不能夠因為說 套一些其他原因下去 可能這些其他原因 是大家認為是 但是這個都是一個 可能是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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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敢猜 有些人敢猜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仍然都是回到法律的層面 就是 是不是真的要去做那一步 可能到時不用 可能剛才我講 有些人搞定了 還有上次特首選舉 梁家傑也算了 你要是當選了才是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因為香港沒有政黨化 你要是梁家傑公民黨的成員 但是在香港法例來說 是沒有公民黨 是黨人的 上次商台王永說 民建聯不是政黨有限公司 其實他講得對 那你們怎麼插他 誰有插他 你們有插過他 整班人插他 你這樣都講得出來 寫文聯不是政黨 不是說民建聯不是政黨 因為香港沒有政黨法 法例來說他真的沒有政黨 但是他事實上操作是政黨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這不是法律問題 這是政治問題 即是你寫文聯 當不當自己是政黨 當當然當 所以不是爭取政黨法 爭取公投法 我們不是公投 是公投 這個又牽涉到法律問題 可以請教曾博士 假如我們香港 要爭取成立一個政黨法 這個又需不需要牽涉到 要修改或者釋法 即釋法基本法 還是純粹 基本法沒有規限 香港是不可以有政黨的 所以要問一下博士 這是一個簡單地說 一個是補充條款 應該不涉及去修改 即是香港是地上 可能不涉及基本法 不涉及 可能是結社自由 正黨都可能是一個 現在我們很多架構 都是用一個有限公司名義存在 大部份的公益都是一些非謀利的 正黨的水平 可能是有政黨法之後 可能涉及政治捐獻 還有就是一些 需要不需要公開黨籍的那些 正黨法 我印象之中 可能我記錯 基本法裏面 是沒有條文說到 香港不可以成立政黨法 是本地立法的層面 正黨法 對 況且你有沒有政黨 其實現在存在上 大家都說自己是一個黨 沒錯 既然是這樣的話 已經是一些既成事實 就算有一個政黨法 我覺得都沒有厚非 即是假如 即是假如 即是假如香港的民間 那個訴求十分之大 然後成立政黨法 是水到渠成 是很順理成章的就是 我覺得是 但是 現在大家都說自己是政黨的 你們說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他是 或不是 有時他都整個行為 都是政黨行為 是吧 那他都存在了 但是 在基本法裏面 我又想再問多些 和法律有關的事情 即是 基本法裏面 對行政長官 或者對立法會議員 他們的職能 是怎樣 全部是有很清楚的規定 寫出來的 如果有朝日立社會上 覺得行政長官 或者覺得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 是不夠的 是要再擴大的 那是否會牽涉到修改 基本法的層面 如果是這樣的問題 這個會是 這個會是 因為 在憲法層面 就是針對公權 是吧 就是說 政府的權利 就是透過憲法去 給他有多少權利 憲法給他多少就是多少 行體公權的人 就要靠憲法 賦予他的權限 如果你要擴大的話 當然是需要有些變動 有些修改 要不然你的權力 就由哪裏來 這是一個公法的原則 憲法授予多少就有多少 一般的私人的自由 或者不需要 我們有本身的自由 只要我們不犯法 我們就有我們的自由 我的自由 當然不可以影響你的自由 當然 否則犯法 就是這樣 這就是公法和司法之間的 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剛才博士你說到 基本法授權的問題 我記得在去年 又和你們黨有關 有一個五區總辭的 公投 你的黨叫公投 接著就有一班 憲法專家 是內地憲法專家 就說香港是不存在 正如權力這個情況 其實可否和我們觀眾說一下 其實正如權力是怎樣會射的 這個時間很有限 我覺得正如權力 可以說回五十分鐘 是 早知道一開始 今天主要是針對二十四條 即是說說女傭的情況 所以我想女傭提出司法科學 一定是要針對二十四條 其實公明一點這樣說 其實無論以前當時也好 去到現在也好 你說那個公投 是否真正有法律出來的公投 當然不是 說明是變相公投 是連我們自己說是變相公投 所以其實法律條文當然沒有 沒有公投法又沒有性 即是我們不像是丹麥還是甚麼 加拿大也有 即是那些地方有公投化又不同 即是我們當然到現在也是爭取要有公投 希望能夠立到 但藍島是另一些問題 即是沿用現在的立法制度 即是做不到 即是另一個問題 但始終都是根本那個 老實講是變相公投 是一個政治動員 社會動員多於一個 即是說要用法令去到政府做某些事 其實根本又不是 其實我們都很清醒的 即是如果將來 即如果24 首先講回基本法24條那裡 今集的主題 還有沒有補充的地方 詩文化博士 我沒有甚麼特別補充 因為剛才我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它是按入境條例的約束 通常居住的定義 所以按一般的理解 就一定是你一樣都可以 即是通常居住 這個通常居住的定義 是世界性的 即是任何世界其他地方 都是用同樣的定義 這個肯定不是 即是你同一個字眼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他們提出司法覆下 都有他本身的基礎 即是他都覺得 咦會不會是有機會 這樣理解呢 即是他有他理解 我又我理解 法律一定是這樣的 有人這樣理解 有人這樣理解 你才可以去掃 如果大家認為輸的 誰是去上訴 是吧 當然我覺得有機會贏 所以上訴 即是如果太過無理的司法覆核 即是我們的法院是有權不受理的 沒錯 剛才我說過 所以一定是基於一個 我認為有機會贏 這是肯定的 即是五五波 是吧 所以 就要看下今次的判斷出來是怎樣 判斷出來是怎樣 謝謝 很多謝曾博士接受我們邀請 這集 學了很多東西 也是啊 很多法律的知識 法律的知識 我真的不熟 第一次我們專門講法律語題 基本上 一講一些政治性的事情 已經是 我們這集都沒有怎樣說 至於那些政治爭議 可能是 究竟菲庸應不應該 應不應該來香港 這已經是政治道 都沒有講 我們這集 應該是政治性道 是的 好 再一次多謝曾博士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希望齊腳 好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文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為了 我可以做了 可以自行的 什麼 會不會 我可以把 以信用 我可以發展 這就是 我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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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